3月26日,神韵艺术团总部收到了炸弹威胁和大规模枪击的恐吓信。 神韵发言人表示,他们怀疑近几周针对神韵的威胁与攻击事件是中共骚扰行动的一部分。 就在收到恐吓信的前几天,神韵周末在加州和加拿大演出的两间剧院也收到了类似的炸弹威胁, 促使警方疏散人群进行清查,但最终没有发现爆炸物。 根据《大纪运时报》获得的电邮,神韵与周二收到了几封恐吓信, 信件中声称,神韵位于纽约上周的总部被放置了爆炸物, 有人将潜入神韵总部,见人就开枪并投掷手榴弹。 神韵总部位于龙泉寺,这里还有两所艺术学校和几座唐代风格的寺庙。 炸弹恐吓信还向神韵勒索高额现金。 这封用中文写的电邮恐吓信写道, 多枚吸泡塑料炸弹已被放置在纽约上周湘光岭龙泉寺各处, 如果不想看到龙泉寺变成废墟, 请在明天下午三点前向我的PayPal账户汇款5800万美元。 如果三点钟前没有到账,我们将引爆炸弹。 从另一个电子邮件地址发出的大规模枪击威胁的电邮, 并没有要求汇款。 这封同样用中文写的电子邮件写道, 我们将在不久后潜入纽约上周湘光岭的龙泉寺, 见人就开枪,并向人群投掷手榴弹。 同一天,发出的另一封邮件则是一片混乱的谩骂, 发见人似乎对龙泉寺和神韵向警方和媒体报告威胁一事感到恼火。 我,你的老大,你上过几百次头条了,我根本不怕FBI。 发见人说,继续发送这样的邮件,迟早会让警方疲于奔命, 他们只会认为是狼来了。 信中写道,有一天,我真的会在剧院里放炸弹, 炸死你们中的一个人,就会少一个叛徒。 第一封针对龙泉寺的炸弹威胁信,是在3月14号发出的。 大纪元时报看到的所有恐吓信,都是从不同的电邮地址发出的, 但其中的一些地址之间有相似之处。 神韵发言人表示,联邦调查局FBI已接获通报, 正在调查这些威胁。 大纪元时报已联系FBI寻求止评,但尚未收到回复。 在上周的另一期事件中,神韵两辆巡演巴士的轮胎, 在加州科斯塔梅萨遭到可能导致严重事故的破坏。 根据神韵提供的图片, 以及大纪元时报获得的科斯塔梅萨警局报告, 两辆巴士的轮胎被割破了一半的橡胶。 这种损坏不会导致轮胎漏气, 而是会在高速行驶时暴裂。 由于之前在美国、加拿大也发生过类似的破坏事件, 神韵艺术团不得不雇用保安人员日夜看管巴士。 然而,在科斯塔梅萨, 神韵巴士被送往当地的一家修车厂进行维修, 在取车后才发现轮胎被破坏。 警方正在调查这起案件。 据法轮大发信息中心的统计, 中共官员向剧院和政府官员施压, 企图取消神韵演出的案例已经超过100起。 大纪元时报此前的报道也指出, 在中共影响力较大的国家, 如韩国, 因受到此类事件的影响。 一些神韵艺术家说, 他们在中国的亲属曾被警察盘问, 甚至被监禁, 目的是恐吓他们。 神韵新世界艺术团副团长陈英说, 首先,他们威胁政府, 不允许神韵演出。 当这不起作用时, 他们开始威胁剧院, 这也不起作用时, 他们开始破坏我们的巴士轮胎。 陈英接着说, 当这还不能阻止我们时, 他们开始在网上抹黑, 并向剧院经理发送疯狂的电子邮件。 现在, 他们更加变本加厉, 发送炸弹威胁恐吓信。 许多神韵艺术家都在学练法轮功, 这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修炼法门, 包括几套舒缓的功法, 并以真、善忍为标准, 寻求精神升华。 在1999年, 时任中共领导人的江泽民, 发起了一场消灭法轮功的运动, 因为他估计, 法轮功有7000万到1亿名修炼者, 超过了中共党员的数量。 人权组织记录了法轮功学员, 在中国遭到大规模逮捕, 拘留, 酷刑和谋杀。 2019年, 英国一个独立法庭得出结论, 指出, 中共把被拘留的法轮功学员当作器官来源, 发展出庞大的器官遗址产业。 神韵的一些舞蹈作品, 以艺术的方式描绘了中共迫害的场景。 北京旭友之家韩禁病关爱中心进入公告, 要分别捐给中国北京市人民币 100万与10万元用于建设, 靠捐赠收入运作的慈善机构竟然捐款给政府。 消息传出, 引发网友质疑, 有人感叹, 看来国家得了罕见病。 据凤凰网公益报道, 北京旭友之家韩禁病关爱中心微信公众号 25日发布盖上官印的文档称, 决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捐赠人民币100万, 约13.8万美元用于国家建设。 隔天, 血友之家再度发文宣布, 决定向北京市捐赠10万元用于北京市建设。 官网数据显示, 北京血友之家2012年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 成为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会员。 该会主要工作是血友病患者及其家庭在教育、 医疗、心理关怀、就业方面的救助活动等。 北京血友之家披露的审计报告显示, 该组织2019年度收入为2471万6710元, 其中捐赠收入为2470万3883元, 几乎完全依赖捐赠维持运作。 当年度,政府补助收入挂零。 根据中国数字时代提供的截评, 消息传出后, 在微博相关讨论引发网友质疑, 捐款,对接单位是谁, 把募捐的款项再捐出去是不是合法操作, 是不是需要捐赠人同意。 有人形容这是反向操作, 还有人说, 感觉这机构的负责人喝多了吧。 对于北京血友之家的捐赠决定, 北京市制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中智社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何国科表示, 根据中国公益慈善法的规定, 在救灾或者境外捐赠人明确要求下, 政府机关可以接受捐赠。 但是, 政府机关接受捐赠之后, 也必须把接受的善款转给公益性的社会团体, 并用于公益慈善的事业, 本机关是不能作为受益人的。 据荔枝新闻报道, 北京血友之家罕见并关爱中心会长关涛回应称, 其行为无需解释, 并匆匆挂断电话。 据报道, 北京血友之家主管部门北京市民政局表示, 这两天已接到不少类似咨询电话, 已关注到血友之家发布的相关捐款消息, 已上报情况, 并责令其删除捐款公告。 北京血友之家今天已经删除捐赠公告。 在海外X平台, 有网友感叹, 看来国家得了罕见病, 证明某国的病情比血友病还严重。 天津昌平律师事务所过言强调, 北京血友之家的捐赠不具备实际操作性, 目前可能找不到合适的部门或机构来接受这一善款。 其次,作为一个具备特殊用途的公益组织, 对外捐款需征得捐款人的同意, 需列出听取异议的相关公告, 而该组织此次捐赠中这些流程均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